为了让和平公墓更加亲近美化周边环境 秀林乡代表王泽源在乡代会提案争取设置 去年施作完工 乡亲在亲民扫墓时候 围墙上太鲁阁图腾以及拱门 让前往祭祀的乡亲在扫墓的时候 环境更加美观 为了让和平公墓周边环境能够更加美化 秀林乡代表王泽源 并且在代表会提案来设置新建 也在109年修林乡代表会乡镇总资讯进行提案 同时也获得代表会全体同仁和修林乡所权益的支持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规划设计发布的作业 在114年12月底完工新建完成 村民来这边扫墓的时候 都一直说我们公墓好像不怎么好看 所以我在109年我跟殡葬所建议 然后结果在去年年底就完工 然后在此的谢谢殡葬所及乡公所 所有同仁还有乡长的帮助 谢谢 以及我们代表会全数通过 所以就完成这个围墙拱门 村民来扫墓应该会很开心 然后其实最近村民已经有人来扫墓 提前来扫墓 也是碰到我在村庄碰到我都跟我说谢谢 然后我也跟他们讲 这个也要谢谢乡公所大力的支持 西伦乡和平村代理村长林家文 也说明拱门以及围墙的文化意象 这个围墙的围墙部分是针对太鲁阁族的围墙 做一个造景的工程 也感谢王代表在议会上的支持 我们预算能够顺利通过 然后后续的拱门也是王代表所提案的部分 我们也是在去年跟前年就陆续的把规划完成 当然后续我们会持续会做公墓的绿美化 环境造景的工程会一一的呈现出来 然后我们最近也有增设几个公墓用水的水龙头 洗手台 公村民在清明扫墓的时候能够方便顺利用水 新闻下面代表王整表示 由于族人们相当重视环境周边的美观 而围墙则是以太鲁阁族的图腾 让族人们能够更加的亲近 同时也制作拱门 让后人来到和平公墓的时候 可以所持相当的庄严 藏道和平公墓的先人 大部分都是以太鲁阁族的族人 而新奉的宗教则是以基督的教会 听主教和真耶稣教会 以西方宗教信仰为主 王整人表示 相当感谢主人们的建议 让公墓更加清净美观 以祝福主人们平安喜乐 主恩奉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